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枪 龙土雾 天空中的张艺出一字一顿 声若雷霆 身上环绕的赤壁二色神光叫人不敢逼世 滚滚晶云汹涌澎湃 将张艺出的身影淹没 但随即那赤壁神光便破开金色云海 以势不可挡的威势杀向金山老祖 这三五斩斜双剑的赤裂威力超乎想象 李妍身陷的施展骑连剑术的副作用当中 还没有缓和过来 一道清光转瞬到了李妍的身前 丹娘拔住李妍的手腕 度了一股温润的暖流过去 这才问道 好些了吧 这剑术太过霸道 你有没有行手必重的把握 还是谨慎些实战 李妍甩了甩头冷静下来 盯着丹娘的脸看了一会儿 反过来钻住她的柔滑手掌 我知道了 丹娘唇角一鸣 她抽出手掌 错过脸 不说话 李妍咳嗽一声 悟得惊疑起来 这张一出果真如此厉害 锦山老祖居然毫无还手余地 说吧 她眼睛往丹娘这里一瞟 丹娘沉默了一笑话 才低声说道 三五斩鞋子雄剑 是一切妖灵的克星 我根基不稳 道行却仰仗一道 能够吞噬香火传承的太碎 才膨胀起来 一碰到斩鞋剑 便如同火炭碰鸡血 钢刀切牛油 一身法力 将那两把剑 吸去了七七八八 张一出本就是 龙虎山不是初的天才 有三千年的高深道行 加上崭弦双戒 已经直逼四千年道行的 陆地神仙 此消彼仗 才有今日举面 李妍眉头紧皱 就没有一点机会吗 倒也不是 丹娘的眼神闪烁了一小会 突然拉住李妍的手 我记得你的血战 有破魔坏神的功效 的确 丹娘压低生意 回京之际 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这两把宝剑 年身日久 血战多少 有些克制他 如果能让斩鞋双剑 失去灵性 不再受张一出的调遣 此战可期 坏法系的灵性吗 李妍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这时狼狈不堪的金山老祖 借一个空隙抽出身来 突然怪笑道 张老二 你手中的宝剑这般厉害 若是再拉来六大灵宝道 还有你那几个一字辈分的师兄弟 我早就把我们收拾了 这一路上 我看满山道宫 锦锁大门 天师道冷冷清清的 怎么 偌大的龙虎山 只有你一个人吗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金山老祖可不想气势汹汹的来 回头土脸的走 没有些压箱底的后手 金山老祖不会硬闯龙虎山 只是 李妍没有依照约定发起洪水 天妖脱坑后的法力道横 也远没有那日所见的金氏骇俗 这样的变故 多少让金山心生忌惮 张一初不以为然 你不就是看中今日的良机 才张落人手打上门来吗 不错 我已不是天师道的门人 今日在这天门峰上 张某人便是战死 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天师道人来打搅 你有手段 尽管使来 嗯 他身上赤壁神光熠熠生辉 最后一句话音刚落 只见张一出猛地回头 他手指弹飞一颗诡异的血运 手中的斩鞋宝剑 更是在地女姑惑的手臂上 滑出一尺来长的口子 地女姑惑悲鸣一声 缩回李妍体内 紧跟着 李妍的手臂上 绷出一道血腺 和地女姑惑的伤口 一模一样 一体双魂 一体双魂 疲灵向洞 阵服的花样不少啊 但你可别以为多出来一道可以灵肉相宜的生魂 便能为所欲为了 李妍默然以对 方才 他的确是叫地女姑惑 绕到张一出的身后 自己在猛地出现 用截连剑术将其斩杀 可没有想到 张一出的斩鞋宝剑 连姑惑鸟的投影都可以伤害 他本体没有地女姑惑的灵动 刚才若是他 只怕就被斩鞋剑开膛破肚了 张老二 昔日你我在皇宫大内 你元神争斗 我输给了你 你没杀我 我也没杀你的宝贝徒弟 你我争斗数十年 今日做不了断 你可敢与我再斗一次元神 张一出放声大笑 话中有豪杰气 老夫我此生扶龙虎 斗朝纲 莹莹寺定府衙 三朝元老 两代帝师 哪有那些功夫 与你争斗几十年 哼 你以为你多两个帮手 就吃定我了 他笑容一脸 哼 依你又如何 说吧 他把手中的斩鞋双剑 往空中一抛 只见一翅一臂 两道神光急速的收缩 从当中走出一名赤色道袍的年轻道士 一名碧绿道袍的盘济女官 两人左右 护住张一出 脸上一派的出臣掀气 金山老儿 今日 我教你心服口服 说吧 张一出双眼一闭 也不借助福禄 一道滔听巨人的身影 拔地而起 金山老祖不甘示弱 也沉沉入定 身后 升起巨大的人影 两道元神 一起升入天空当中 丹娘一拉李妍的袖子 我来缠住他俩 你从跑侧影 我料 李妍反倒拉住丹娘 你说斩押双剑是法器 坏器灵性 便能让张一出大伤元气 这话是真的 自然不假 丹娘没有弄明白李妍的意思 那我倒是有件宝贝 能派上用场 说吧 李妍再次开启 枪剑七大行 尽管他不敢再轻易地 动用麒麟剑术 但双眼中进化成黑白二色后 李妍的枪术剑法 乃至对炎府传承的应用 俨然又上了一个台阶 李妍旋动虎头大枪 枪身上 开始有白萌萌的水雾 萦绕盘旋 如同几道雾龙 将虎头大枪紧紧缠绕 最后汇聚在吞刃处 虎头大枪 龙土雾 将龙土雾与兵器结合 使兵器的斩机 带有龙土雾特有的功效 对一切法器领保 具备额外的杀伤力 只能在开启七大行后 才能够施展 李妍举起虎头大枪 冲向两名道人 丹娘仰手涌起山火 劈在李妍的身上 像是一层火焰铠甲 这一男一女两名道士 不仅剑术超群 更能口吐神光 剑倒是无所谓 但那神光实在恐怖 李妍若是挨上一下 不死也要脱层皮 这难解难分之际 丹娘抽冷子 一记山火打出去 将碧音女官打得飞退 李妍看出破绽 唬吼一声进不上前 手中大枪飞速戳刺 数以百计的龙土屋祭团 请客间将赤衣道士 包裹其中 燕穿帘 雾气迅速凝结 成了一块白色冰块 冰块当中 是一把镶嵌赤色宝石的法剑 那碧音女官神色激动起来 又杀向李妍 却又被丹娘一记 轻飘飘的青光击中后背 李妍猛扑过去 虎头吞刃 当头砸下 只听当当一声 镶嵌绿色宝石的法剑 落在地上 声若缓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的元素人 橘 fuera 为了ع任 让若要 zomb 橘 保新 和 锏